秋天真的来了是柳丁收成的旺季 不过最近几年云林柳丁生产过剩 让收益不敷成本 那么出生自云林的一位台大学生 不忍心看到家乡的果农生存陷入了困境 现在在脸书上面成立全名封柳丁粉丝团 希望能够帮助果农一臂之力 农民忍痛把辛苦收成的柳丁摔在地上 每年产量占全台湾二分之一的云林柳丁 生产过剩严重滞销 果农生计出现问题 柳丁园也面临收根废园的命运 农民遭遇到的困境 让同事云林子弟的台大医学系学生廖柏桥 相当不忍心 号召朋友一起为果农拍摄纪录片 还成立了全名封柳丁的脸书粉丝团 我们年轻人在网路上用脸书 也会希望如果透过网路 年轻人常用的管道 那是不是可以做网购啊 或是做一些媒体宣传 或是做一些 让年轻人知道 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关心 我们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土地 一张张照片 是廖柏桥在云林蹲点 采访果农的幕后记录 要透过这支记录片 唤起民众 对果农和果园的关心 让农民有机会 可以更多的管道知道 有哪些产销方式 有哪些农业新的出路 比如说包含有机无毒 包含观光果园 希望透过这些方式 让农民想象一条新的出路 廖柏桥通过脸书 希望网友替果农集气 甚至发起全民炸柳定制的活动 要为云林果农找出路 中天新闻台北云林 综合报道